皇帝轩缘 为了找到治国安邦的人才 愁得寝食不安 多亏言许老翁 送他八个字 说东海圆梦 丰厚立幕 只要你新城就能找到 皇帝轩缘不知道这八个字什么意思 可是他迷迷糊糊的做了个梦 梦见两个人 梦醒之后自己做那圆梦 就得说轩缘很聪明 他在琢磨 哎 刚才在梦中我梦见个中年男子 学识渊博举止大方 有治过安邦之法 可是狂风大作 这个人没影了 大风过后 地下的尘垢全都刮去 哎 这人是谁呢 也许老翁送我八个字里头 前边是东海云梦 后边是风后立幕 刮了风 那么这人应该姓风 别的挨不上边啊 这人一定是风后 风过后 地下光滑溜溜溜的 立幕 哎 对呀 我梦见个大汉 手举 千金 弓弩 驱赶那么多的猫牛 有力气 嗯 这个人一定是姓丽 那么他赶牛是放木的 哎 着实叫丽木 对呀 也许先鹦就提到东海云梦 风后立幕啊 这两人一定是叫风后立幕 那么东海云梦什么意思呢 别着急 慢慢的 我会弄明白 想着这非常高兴 急忙下了床来到义士殿 照见长仙大红和造字的苍结 他跟大伙说 昨天晚上做的梦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事 我圆梦的结果是 有两个人 一个叫风后 一个叫丽木 长仙大红苍结听了 半信半疑 心想 现在你是皇帝了 你怎么圆梦怎么算 可是 林徐老翁这是老神仙点画的 可能有这两个人 那么皇帝陛下 您想怎么办呢 既然已知名信 即刻差人寻找 我们不知他长相怎么办呢 哎呀 我模模糊糊的还记得点 我画给你们看 就这样 找个木板 他画丰厚立幕的图像 画完自己都觉得不像 为什么 他是做梦梦出来的 上哪项去啊 那位说了 真就是叶梦贤臣呢 要是按科学来讲 因为林徐老翁提到了 风后立幕 所以轩缘 才猜到这两个名字 简断揭说 图像画完了 叫苍结 照此多画几张 什么 竹箭上 木片上 石头上 反正 反正 得哪画哪 然后派人去找 轩缘说 这可关系国家用人大事 你们要辛苦了 大家说没说的 走吧 长天带人上路了 大红带人也走了 往哪找啊 东一头 西一头 单说常先渡过黄河 走过平原 沿着太行山北上 边走边打听 被问的人全都摇头 没听说过 谁叫风后立幕的 走到了五台山 还没有阴信 他们实在走不动了 就在五台山半山郊处 平下休息 哎 瞧不瞧 从这过了个中年妇女 拿着捆柴火 常先上前打听 大姐 我们打听个人 你可曾听说过 风后立幕两个人吗 妇女晃头说 风后啊 我不知道 立幕 就是我的丈夫 啊 长前温婷喜出望外 哦 大姐 你丈夫在哪呢 在家呢 那好 我们找他有事 哎呦 那走吧 妇女前边引路 蹚过一条小河 翻过山梁 来到家门口 没等常先寻问 从里边走出个老者 谁呀 立幕的父亲 你们干什么 啊 我们是找立幕的 他呀 上山砍柴去了 什么时候回来 天飞就回来了 你们在院里坐吧 常先 在院里等候 他已经给我扇了 就天外边嘎吱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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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一个中年人 飘着木柴 常前急忙过去 接过了担子 哎 你们干啥呢 啊 我们是找您的 找我 你们谁呀 请问你是叫立幕吗 啊 干啥 皇帝叫我找你 皇帝是谁呀 木柴 哎 别着急 你等等等等 把柴火料去 然后 拿出 画的图像 看看这个人 看看图像 嗯 差不多 哎呀 我们可找到你了 走个找 我也不欠你的 哎 不不不 不是这个意思 哎 你知道吃油是谁吗 不知道 那么轩辕皇帝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知道我老婆 才我爹 那你每天进干什么 打柴火 打兔子 睡觉 哦 那我再问你 你认识 这竹片上写的什么吗 嘿嘿 画的个好看呢 不认得 你一个都不认得 不认得 你是叫丽木吗 啊 我叫丽木啊 我叫丽木 我爹知道啊 哎呀 长弦傻了 皇帝梦的贤臣 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呢 老头说话了 嘿嘿 你找我们家干嘛 我儿子高丽木 也没惹你们呢 你儿叫什么 高丽木 嗨 找错了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找错人了 我们走了 长弦这个乐呀 真是找人找方的 快走走走走 就这样 离开武台山 向北走 到哪呢 吕梁山 不知道问多少人 始终没访着 什么丰厚立幕的 无奈 返回皇帝宫 出去十几火人 均没有找到 皇帝说的丰厚立幕 宣言也愁了 他想 是不是 画的图像不对 还是没圆呢 既然我 梦着了 银须先崩 他说了 只有这两个人 这么办 你们哪 看守皇帝宫 我亲自去找 长弦说那可不行 您不能自己走啊 现在天下 是吃油的 他抓你不到 找你不着 要是碰上您 可怎么办 不要紧 我去 我化妆成老百姓的模样去 一定碰上这个有缘之人 那好 我们暗中保护您 我们跟着 不行 我说不行就不行 你们一个不许去 会表示我心诚 我自己去 悬员皮下真硬 说一个人去 他就一个人去 谁也不带 为了掩扔耳目 连他最喜欢的青铜宝剑都没带 打扮成老百姓徒步 朝东南方向走去 走出一道峡谷 就到了宽阔无垠的黄淮平原 边走边打听 逢人便问 玉村就停 这一天来到大臣地界 轩原皇帝到这里也算就地重游 他向旁边看看 景色依旧 但是却发现 远处有成群的百姓 挑着粮食不断的往北跑去 一个个面带愁容 嘟嘟囊囊 嗨声叹气 这是怎么了 轩原皇帝眉头一皱迎着上去 正好来了个老头 区法皆白皱纹堆垒 弯腰驼背 这么大岁数 还背着不少的东西 累的 哼喀带传 轩原上千失礼 老人家 我这有理了 老头一听 有人跟他说话 把头抬起来 甩了甩 许久没洗都赶了 沾的头发 看看轩原 慢慢放下担子 声音嘶哑的说 好说 好说 请问老人家 您这是往哪儿去啊 你看大家 扶老邪又 嗨声叹气 是何缘故 这个 老头欲言又止 往四周看了看 没人注意 压低嗓音说 您是外来的吧 不知咱这事 唉 这些天吃油的兵 逼着我们 交瘦皮 交骨 哪个不叫 全家人性命难保 我儿子 给他们抓去 修什么宫殿 一去不归 而媳妇生病 窝床不弃呀 家里能够干活的 就剩下我了 为了一家人保住性命 任何爱恶 也得给他们 素树子 老头说 最后几个字 都是咬着厚草牙呀 哦 是这样 轩辕还想问 其他情况 就在这这儿 后边 传了一阵 马的一声 咦 老人听着声音下的 颜色更变 赶紧发腰 挑起了担子 低头走了 轩辕听见马鸡声 知道吃油兵来了 赶紧躲在一棵大树后面 时间不大 前边有头马 紧跟后边的 几十匹马 从人群中穿梭而过 送粮的人不少 被战马撞到在地 有的被马踩伤了 一时间人群中哭爹喊娘 惨不忍闻啊 轩辕看在眼里 恨在心中 把拳头握得紧紧的 但他现在不敢贸然行动 石油兵在道上 来回奔跑 巡逻队伍 穿梭不断 看来白天这条路 不能走 太危险了 轩辕就在路旁树林里 隐蔽起来 到了夜色将领 他这才出来 上哪去啊 哎 有了 既然我到了大臣的地界 我何不先去探望一下大臣酋长 淑达呢 轩辕出了树林 只奔大臣部落酋长住处走去 他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那些年经常来 他来到淑达的院外 没敢走正门 因为现在这里 是在吃油的势力范围之内 你知道附近有没有探子 拿现在话说 有没有间谍特望 所以轩辕 绕到了东墙 四下无人 蹭上墙 翻墙而过 来到了院里 此时 苏达刚吃过晚饭 心中郁闷 在院中来回转悠呢 轩辕从墙上一下来 把苏达吓一跳 谁啊 是我 嗯 苏达借着一月光一看 来人身形挺熟悉 穿着缩衣皮裙 你是谁啊 是我 我是轩辕 啊 苏达这才反应过来 他赶紧向前走着几步 仔细看 可不是吗 哎呀 您这么来了 快快快 随我进屋中说话 苏达很紧张 上前抓住轩辕的胳膊 拉到屋里 到屋里没等说话 他转身出来了 来到院中 前后左右看了看 然后打开院门 到门外 又瞧了瞧 没发现有可疑之人 这才重新回到院内 光当 把门关上 咔嚓 上了门栓 又上上顶门杠 还不放心 就搬点东西 把门又顶了一道 三保险 他用手拽着门 嗯 无懈可击 这才来到屋中 反手把门关好 紧走几步 倒在轩辕 离开轩达 托轩达 托轩辉 托轩辉 接驾来迟 往皇帝恕罪 宣言一听乐了 哎呀咱们是老朋友了 何必如此 快请起请起 皇帝 你就一个人来的 啊就我一个人 哎呀 我的皇帝 你胆子可太大了 对了 你还没吃饭吧 哦还没有 你这里可有食物冲击 有有 你稍等片刻 淑达悄悄的到内宅 吩咐妻子 亲自下厨 给宣言安排饭菜 然后到院内 打来西林水 叫宣言敬念 那位说他是酋长 怎么不吩咐 首先人去干这些粗活呢 哎 这就是淑达的 精细之处 为了保障皇帝的人身安全 知道他到自己家的人是越少越好 你知道哪个人把这事捅出去 要让吃油宾给知道了 宣言就危险了 所以只要是自己能够去做的 都亲自动手 忙活了半天 饭菜端上来 宣言也不客气 坐在榻上 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淑达在一旁陪着 看着宣言吃饭 一边说话 陛下 我有罪 宣言把手中的肉干放下了 淑达兄长 你何罪之有 论年龄你比我大 当初 你们部落随我出征去占吃油 你还受了伤 我看你的腿走到还不利索 哎 有什么罪 哎呀 陛下 你别说了 其实本来 我早就想去找你请罪 就因为吃油宾盘查过言 不得脱身 我 我现在 投降了 吃油了 哦 这个事 我知道了 不能怪你 不不不 陛下 你听我讲 我虽然投降吃油 但 可不是真心归降啊 是因为吃油 冰势太重 我们大臣不屈服 他们就要灭了我们整个部落 我腿又不好 又不能打 为了部落民众的生命 我滅着良心 投奔他 说到这 舒达 掉些眼泪 学员赶紧站起来 拍了拍舒达的肩膀 囚长 这些我都知道 不怪你 要怪啊 也怪我 要让我也一样啊 要说怨谁 那就怪我了 是我没有能力赶走吃油 才制止他如此嚣张 黎民背其鱼肉 我不能保护你大臣 我有什么脸面 埋怨你的 不要说这些话了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哎呀 甭提了 惨透了 虽然我还是大臣的酋长 嘿嘿 空有虚名啊 处处受吃油的摆布 就连他们一个当兵的 都敢在我眼前瞪眼珠子 就甭提我们这百姓了 动不动就遭到毒打 有的被剁掉胳膊 剁掉腿 我是敢怒不敢言 我也对不起 大臣反省啊 书打说的这儿 痛哭流涕 轩辕非常生气 嗯 吃油不灭 天下难安 我一定拯救黎民 灭掉吃油 书打一听 止住了哭声 陛下 前些日子大红来了 告诉我 说你已经登基成帝 哎呀 我激动的好几天都没睡好觉 我想 您就是我们的救星啊 现在只有你出头 才能拯救天下 你说吧 你叫我干什么 只要你一声令下 我们大臣民众 跟你冲锋 好 有这句话就行了 不过现在不要 不是时候 等待施机 等到什么时候 快了 哎 陛下 你风尘仆仆到这儿来 是不是有事找我 对 我不是找你 我是要寻找封厚历目 谁叫封历历目啊 玄元就把寻找能人的事 和书打说了一遍 哦 原来陛下是寻访贤士 这是明智之举 但是 怎么叫你亲自出来呢 现在吃油兵四处骚动 行走极为不便 尤其是你 一路太危险了 这么办 你在这休息 我明天派人 秘密去查访也就是了 选员笑着摆摆手 不必咯 让人去寻访 我不放心 我决心 一定要亲自寻访这两名闲士 我带着注意 明天就走 好吧 转眼到了四日天光放链 轩辕宝餐一顿 书打又给他准备一些干粮 让轩辕带上 随后把他送到门口 两人挥一手告别 书打回家不提 单说轩辕 继续东进 过了淮河 沿着史河 向上游走 这一天 有座大山拦路 这座山 怪石横生 山林陡峭 满山上长满了 苍松脆百 没有道路 怎么走呢 他正在发愁 突然 山里传了一阵 响亮的歌声 歌词是 混混顿顿兮兮 唯唯迷迷 刀柄四起兮 黎民无依 网苍穹兮兮 悲弃 求太平兮 何期 圣主临时兮 四处平移 奈何无助兮 奈何无依 欲求俯辟兮 开创四起 求无德基 寻寻秘密 唱歌之人 吐字清楚 声音浑厚 轩辕一愣 哎 这不是说我的吗 是啊 说是一个人想要找到 得力的辅佐之人来开创天下 但是没找到到处寻寻觅觅 说我呢 哦 甭问 他一定知道我在找他 这个人不是丰厚 就是立木